驾驶朋友请注意 台湾市府交通局日前在与 陈其民众和警察局通人到场会看后 决定在龟山区的文化一路和文德路口 设置路口未进空违规侦测科技直法 将从7月1号正式启用 希望能有效减少尖峰时期 路口回堵的车潮 维持行车顺畅 我们交通局接着或民众反映 文化一路与文德路口的时候 尖峰时刻因为路口没有拥塞的关系 常有车辆看到前方没有出车空间的时候 人强行跨越停止线 至下一个灯号转换的时候 影响到横向的车流跟行人的通行 所以我们交通局已经评估后 在路口设置了路口未进空的科技直法 我们交通局也呼吁用路人 该路口的部分的科技直法时 如果于前方道路拥塞路口未进空时 勿强行前行到路口内去停等 以避免自身违规受罚 交通局也提醒民众 所谓的路口进空 指的是路口两侧停止线之外 都不得停等汽机车 因此在遇到交通拥塞的时候 即便前方后置是绿灯 人建议驾驶人根据现场车流情况 在停止线处耐心等候 以免车辆被卡在行人穿越道或是路口 不仅影响横向车流和行人通行 也会受到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8条 除以600至1200元不等的罚款 两端的行止线以内都是属于路口范围内 它虽然路口部分现在是绿灯 但是如果看到前方的车辆 用色的情形的话 那应该要在停止线后方稍等 等到前面的除车空间给进空时 车辆再依绿灯指示往前行进 不然的话你如果是强行的话 就会停在路口范围内 那造成下一个时字转换的时候 就影响到横向车流 车辆的通行以及行人穿越 交通局表示至今已陆续在国道1号林口交流到 龟山区文化一路及复兴一路口 龟山一路以及中一路三段的路口 设置路口未进空科技执法 而设置后平均每月违规数有下降约21% 使得路口不再回土 交通局提醒民众将心脾心 一同来维持路口行程顺畅 记得刘雨婷台卫报导